冬天来了,你怕冷吗?来,体验一把狗拉雪橇吧 狗拉雪橇是一种有多只雪橇犬拉动雪橇 在冰雪地面上行驶的冬季娱乐运动 跑在最前面的是领头犬,它可是雪橇犬队伍的灵魂 除了要使出最大的力气拉雪橇 还得要懂得激励其他的狗狗成员 它是其阿拉斯加萨摩耶犬 因其出众的力量、速度、耐力和抵抑寒冷的能力 再加上不知疲倦的精神 常被作为雪橇犬的最佳狗选 出发之前,先把雪橇拴在树上 一旦松掉绳子,狗狗们就开始向前狂奔起来 狗拉雪橇通常是一部雪橇上乘坐两个人 四到八只强健的雪橇犬被套在雪橇前面 指挥的人站在雪橇后面的滑行板上 狗拉雪橇曾经一直是原著名重要的焦头方式 尤其是在零下40度的暴风雪天气里面 狗拉雪橇会比雪地摩托更值得信赖 雪橇犬全部实行的是科学喂养 从小培养观察挑选 安排他们合适的位置 你要知道凡是工作前 一旦接到命令他们就会全力以赴毫不怠慢 就像牧羊犬永远都不会放弃追赶羊群一样 爱拉爱跑已经刻在了雪橇犬的基因里面 聪明的人类通过基因的筛选 分化培养出了忠实的人类伴侣 你要是不让雪橇犬在户外奔跑 他们还会得忧郁症呢 寒冷的冬季 狗拉雪橇和滑雪冰球一样 充满了刺激惊喜和享受 在雪橇上不仅领略了滑雪的乐趣 还能体验到雪上驾驶的快感 好了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